看看新闻榜 计算出大家 什么时候可能会结婚 曾经为了女友 花光转业费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我也是花光了她所有的钱 一个女孩子她真的爱你 她会去帮你审 你以为我没有给她审吗 我非常的不服气 你为了这样的女孩子拒绝我 我们已经看咱们的节目 你的感觉还是非常好 搞得把电视妈妈已经指示她 今天要跟你来进行表白了 祝贺你们 百里交音 我是如一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 全新的一期节目 如今冰箱三十年感谢由你 我们的节目呢 由如今冰箱特约赞助播出 在节目当中心里牵手的 男女嘉宾还可以获得 飞车电器提供的 飞车积鸡刀和电吹风 那同时还要感谢 为我们提供男女嘉宾 暂时婚恋网 真爱网和许子家园 来 如今你还可以 欢迎男嘉宾 苏杭 29岁来自北京市会展经济 哈喽大家好 我叫苏杭 来自北京 今年29岁 我的爱情轩缘是 嗯 嗯 在哪 在这 哦 是这个意思啊 好了 那来看看今天 有什么才艺要送给大家的 带给大家一首歌曲 肖静腾的王辉 谢谢大家 上海的朋友你们好吗 疯了 你还真行啊 我跟你说 他真把自己当巨星了 那真是 而且你拿那话筒啊 真的要拿得自信一点 一把拖起来丢这么走 你就这样你知道吗 来吧 好 来选择一下 李星云女生的号码 好 是这个号 这样 我再按一下电脑吧 电脑也为你选配了一位女生 这个能不选吗 哦 你不准备选择的电脑 对对对 万一号准了呢 万一准了是吗 嗯 试试吧 好 这更直接 人家只是选择不干 这你不能看 他干脆就选择不选 哦 好了 给你嘉宾 说个听一下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上来穿了一身黑 以及和众多观众握手的明星像 让我不觉得想由衷而说 虽然你不是恶魔 但是你却有着恶魔的邪气 虽然你不是武当掌门人 但是你却有着武当掌门人的霸气 虽然你不是王宝强 但是你却有着王宝强的傻气 所以你的到来 让我们期待不已 谢谢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非常好 男嘉宾你好 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航嘛 那我就希望 你是那个苏航 带着我去那个苏航 然后我们一起玩 就是很支持你很支持你 他就是想玩玩苏航 真直接 男嘉宾 我觉得你的眼睛很小 老是瞇瞇一眼 你笑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 可以看我呢 可以看我呢 我觉得你应该闭上眼睛 看不到我了 然后我觉得你挺可爱的 挺搞笑的 谢谢 谢谢 实际上我是睁着眼 我觉得男嘉宾 长得有点像小沈阳 没有人说你长得像呀 真的从远看 你很像小沈阳 你把眼睛看下来 看上我 要吗 真的有点像小沈阳 我来看看 您后边的表现吧 好的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非常的强 我想看你做一下 这样的姿势 非常强 有点大力神手拍拍的味道 谢谢 好 那我们来通过BCR认识的男嘉宾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杭 来自北京 今年29岁 我在北京呢 主要是在一家会展公司 从事会展客户经理的工作 在北京呢 给政府做过一些博物馆 和一些展览馆的策划设计 令我难忘的是 在上海市国会的时候 参与了中国馆的设计搭建 还有策划工作 我曾经在25岁的时候 做过艺人经济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做艺人经济这一块呢 在市场上没有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所以我转行去做了 现在的会展工作 我心目中的女孩呢 最好能有舒淇一样的嘴唇 有林志玲一样的身材 最好还能像周慧敏一样 永远不老 如果他能带有赵亚之那样的 温柔 娴淑 然后还非常地有气质 那就太完美了 好 我们继续翻开两张铺头牌 苏杭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 计算机专业 现在在做会展经济 年薪十万 认为自己是屡创屡败 是党大牌的人 你这党大牌的人跟行规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在做一些艺人经济的时候 可能是不成文的规定 比如说第一次我参加工作的时候 刚见到明星我也很兴奋 然后我在想啊 动力火车 我上来我第一句话就在讲 你好你好 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 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 这个气氛非常的凝重 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在场的同事 然后就用一种杀死人的眼光看着我 就是说艺人可能最忌讳听说是 我是怎么怎么样 听着你的歌长大 看着你的歌长大 对对对 怕说自己过气了 因为前面有了动力火车的 这个一次经验和教训吧 然后后来再碰见我心目中的女神 赵雅芝的时候 我就心里边使劲努力地往下压 即便她一个小小的一关心吧 都会让我暗爽到内上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做过大牌的经纪人 然后我很好奇问你一个问题 有很多疯狂的粉丝啊 你有没有挡过这些粉丝呢 像有一次我们在甘肃 那次是在黄安 然后在活动的时候 好多女粉丝冲上来 然后为了抢照片 非常疯狂 然后就最后无影手各种 然后活动结束的时候 发现安哥的这个身上的 所有地方也都被抓伤了 无影手啊 就嫌猪手 然后衣服什么的也都被拽开了 所以说当时这种情况是经常见的是 这个参与建设中国馆 哦 你还现在做健美教练 这个是以前了 在高中初中的时候 我看也是以前 太直接了吧 男嘉宾你好 因为我平时不忙的时候 也比较爱健身 要不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曾经的成绩 简单摆几个姿势 要不你教我一两个动作也行 教你一两个动作 对跟女生就是挺美的 他一些动作你还不好学 别说这样 你自己要学哦 来 杨宇威 齿敏 王昭军 林毅 周南 女性点心了 还能一排 好 公二头肌 青蛙式 还有吗 来吧 这是展示胸大肌的过程 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 哦 有看到过腹肌 对对对 有看到过 健美比赛当中会有这个动作 你们那是展示腹肌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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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各位女嘉宾 好 谢谢苏哈 男嘉宾你好 我比较好奇 你说的旅创旅败 能讲一下吗 这个是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 然后那会儿生活比较拮据 那个时候也不愿意去 给家里增添压力 所以当时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 然后想去闯一闯 后来是买到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在比较拮据的时候也睡过天桥 然后也睡过公园 所以这段经历是让我很难忘的 你做餐有过哪些投资啊 我这边投资过餐饮 后边做过电子商务 服装 那你这些年亏了不少啊 对吧 对 这些年是 对 嘉宾你好 看你经历过很多嘛 我非常能体会你这种感受 希望你加油 还有就是我刚才看你VCR里说 你喜欢舒淇的嘴唇 就是很厚的香肠嘴是吧 那你看我的 看我的厚吗 没事 你过来看 我以为可以过来亲呢 非常性感 谢谢 就是我周围有些朋友喜欢 后嘴唇的女孩有一个理由 是因为亲上去的时候很软 有的时候可能是饿了以后 可能看看她的嘴唇 也可能就饱了 像香肠 好 第一阶段的交流就这样 如果各位女嘉宾 喜欢这个小伙子 请给他投票 来准备一下 三 二 一 好 不错 来 继续翻开后两张播客台 苏杭谈过三次恋 但是呢 因为母亲而放弃了初恋 她希望找身高一米七以上 得是她妈会喜欢的 持家的女生 你初恋是因为母亲反对 什么时候谈的恋 在我22岁的时候 你初恋还挺晚的 22岁才初恋 你上大学了 那妈妈为什么要反对呢 主要其实我母亲可能是第一眼缘 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女孩 然后感觉可能这女孩 她一些穿着打扮 有一些另类或者一些心潮 后来就是散掉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想问这个呢 因为你后面的要求也很重要 是你妈妈会喜欢的 由于你的母亲反对你初恋就放弃了 所以我们就想知道你妈妈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是这样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然后我是从小就是跟我母亲一起长大的 我母亲对我庆祝了很多很多的母爱 记得是我两岁的时候 家里经济非常的紧张 那会儿的医院还能去卖雪 然后我母亲去 天哪 对去卖雪 然后去维持家里边我的奶粉 所以说我对我母亲是 基本上是属于言听计从的 对 很多都说爸爸妈妈给过爱 但是卖雪的我们第一次听说 那就说明真的是拿生命再给予她爱 所以我们也非常理解 说会一定要尊重妈妈对着女孩子的喜爱 男嘉宾 我觉得你很尊重你的母亲 但同时你一定要知道 你母亲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 然后你再去选择 因为被伤害的女生 她也是无辜的 就是因为你母亲 你可能不能跟她走到最后 然后你就被迫放弃 对她来说是浪费了她的时间 她也是很无辜的 感谢女嘉宾给我提的这个建议 我觉得我母亲想要的 其实我心里非常的清楚 她想要的就是一个女孩 她能独立 她能勤俭持家 具体一些可能就是 不管你工作多晚多么累 然后你到了家里 也能有一口热的饭吃 包括你哪怕是衣服的扣子掉了 很简单 她能去替你想到这些 能记在心上 这个就可以了 我这个以前采访过很多的单亲家庭 被妈妈谈心如虎 带大的很多这男生 结婚以后 往往这个婆媳关系都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母亲觉得我 为这个孩子 我辛苦这么多年 我希望找着一个女生 对这个男生得特别爱 你稍微有一点不好 你看 怎么能让我孩子伺候你呢 我都伺候我孩子这么多年 你这个女孩吃完饭 把筷子一撂就不干活了 她在这方面经常会发生一些问题 我特别想知道 苏浩 如果你真的找了一个女朋友 她很独立 但她就是不太愿意干家务活 她也不愿意伺候你 她甚至觉得你应该多帮帮我 你会怎么处理 但你妈妈会看不过去 我觉得最低的要求 可能至少要在我母亲面前 可能要去不要过分 让我母亲去觉得 就哪怕装也要装一下 对 哪怕你是装 你最起码也不会很长时间 毕竟不可能在一家 和我母亲一直住在一起 对 男嘉宾 刚才一致强调 就是说你要找一个妈妈喜欢的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要找一个 你自己喜欢的 因为你要跟她走完下半辈子 如果你妈妈不喜欢 你要说服你妈妈 让她喜欢这个女孩子 我会去用我现在的这种人生的经历 然后还有我的现在的方式方法 我去和她做沟通 去交流 因为之前那会儿我说了 就是比较年轻嘛 就是可能不会去懂那么多的东西 所以说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 男人在这个社会上面责任很重 他在面对他妈妈 和他自己老婆的时候 他像一天夹心面包被夹在中间 得罪谁都不行 我觉得没有那么极端 就是他对我的母亲 去做出了一些 即使他认为是牺牲也好 或者说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也好 那我觉得我就会同样用 两倍甚至三倍的 这种感情去对他的父母 所以说这是一样的 同样我们用对于父母的这些感情 把我们的这种之间的爱情 打造得更加的坚实 好 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女孩子会支持他呢 来 各位女嘉宾 三 二 一 来 那还有什么样的对女孩子的要求 可以提出来了 现在有四张扑克牌 所以你最多可以提四个 不善于去做家务的 好 不喜欢做家务的请翻牌 做换情 下一个 不会去讨老人喜欢的女孩 谢谢 好 其实老人指的就是妈妈 还是刚才那个话题 有的还需要忍辱互动 对 好 还有吗 没了 没了的话没有提满四个 所以我们请继续亮牌的各位女生 做决定是否要选择卡 三 二 来 有请二号 六号 男嘉宾你好 我叫妍娜 今年二十三岁 在北京的某家电视台 做实习编导 所以说我们是从一个地方来的 我觉得从你第一次走上来的时候 我就很花痴地觉得你就是我的菜 随着这节目的进行 真的是越来越欣赏你 欣赏你的独立 欣赏你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的坚强 然后我跟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你喜欢运动我也喜欢运动 你说你喜欢170以上的女生 我172 你说 你说你妈妈喜欢持家的女生 我是一个很爱收拾房间洗衣服做饭的 但是做饭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我可以学 然后我可以陪你一起去照顾你妈妈 我希望你可以带我走 谢谢 谢谢 好 王梦寒 男嘉宾你好 我是王梦寒 我也来自北京 我也1米72 然后呢 我越到最后看你的牌 越到最后听你的问题 我发现 我真的可能挺懂你的 我跟你很像 你有创业我也有 然后你是单亲嘛 然后我也是 然后你说你是北京人 我也是北京人 然后你说你喜欢女孩1米7以上 我1米72 然后你说你喜欢梳琪嘴唇 你说我的也挺厚的 然后就这么多算下来 我有5点 要跟你有共通的地方 所以遇到你真的非常难得 而且我的爱情宣言是 找一个人陪我看星星 有你在 我觉得我就可以体会到那种 看星星的感觉 那种幸福 还有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能在一起 你陪我来孝顺我的妈妈 我陪你孝顺你的妈妈 然后让这个两个老人 都能度过非常非常 幸福快乐的晚年 希望你考虑我 谢谢 好 谢谢 苏黄先不用回答 虽然你很不情愿地 按了电脑 但你还是按了 对 有一个电脑 因为你选择一位女生 你想不想跟这个女生 有一个20秒钟接触机会 是电脑选的是吗 电脑选的 你相信电脑吧 你本人学计算机专业 你觉得电脑找出这个女生 有没有她一定的合理性 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好 那你愿意跟她 有一个20秒钟接触机会了 不愿意 愿意 电脑为你选择这个女生呢 是11号 王昭之 不要说话 手牵手 看对方的眼睛 我们计时20秒 计时开始 对方有眼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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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秒 我们计时开始 我怎么形容 心中的感受 用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你懂 好 时间到 好 好 来 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 看见她的眼睛了吗 看见了 看完之后打算给她一次机会吗 可以 素航 可以啊 这20秒钟你看就打动了王昭君 就愿意站在这 好 那么现在三个女孩 你先做一个决定 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素航 你会选哥谁 其实我的心动女生呢 就是11号王昭君 所以我觉得另外两位女孩呢 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可爱 但是今天我来的目的 我就是要带走王昭君 那么谢谢两位女嘉宾 请回 谢谢两位女嘉宾 很早就选择了11号王昭君 没错 而且确确实实在提问的时候 只关注了王昭君 甚至于拒绝我们的电脑 对 为她选择 对 王昭君你为什么一开始没给她留牌 我就是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假如说你今天牵走我了 然后你妈妈说不喜欢我 那你怎么办 你也会像初恋那样吗 就 对 这个特别现实 而且她的担心我们特别理解 请你给她吃个定心碗吧 你会怎么处理 这个你放心 在这之前的话我们已经看咱们的节目 然后也对你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哎哟 哎哟 搞乱天使妈妈已经指示她 今天来要跟你来进行表白了 你看看 这是什么东西 嗯 这个是我从西藏那边 拉姆拉错的这个湖水里边去带回来的水 嗯 我觉得这水其实就代表像我们的这种感情这样 它水是生命之源 我觉得水可能有的时候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甚至它要比房子或者是汽车 它们要有价值的多 所以我希望我们萍水相逢 也能像水这样春真 也能像水这样真挚 谢谢 张军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你 我问你最后一句 你确定你要的是什么了吗 我确定了 因为我今年已经是29岁 不是做梦的年纪了 谢谢 哎这句话倒是有过经历的呢 很好对 有过经历年龄合适 事业还可以 虽然遇到很多挫折 但是他依旧是屡创屡败 但是屡败屡创 这个小伙子是有目标的 王正军怎么样 愿意给他机会吗 我想查试一下 好 谢谢 来 耶 我们这期节目全新的礼物啊 分别送给你们 男女嘉宾分别可以获得 容生FL系列冰箱提供的电压力锅和挂烫机 还可以获得飞科电器提供的飞科提取刀和电吹风 祝败你们 来牵手而归 再见 谢谢大家 好了 那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个男嘉宾 欢迎男嘉宾曹杰26岁来自上海是一名精算师 哈喽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曹杰 来自上海 今年26岁 是一名精算师 谢谢 我的爱情训言是 即使是再小的概率 也要在这个世界的尽头遇见你 来 今天的才艺是什么 今天带来一首吉他的弹唱曲目叫做《拥抱》 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 欢迎 精心了一下自己小小的改编 希望给大家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拖下长日的假面 我是梦幻的讲解 南瓜马茶的午夜 换上葱花的玻璃鞋 想你要求的誓言 就算是你的谎言 我需要爱的慰藉 就算那爱一如潮水 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 月光晒开眼泪 那一个人 爱我 将我的手 抱紧我 抱紧我 问我 爱爱爱爱爱 别走 我不能不打断你了 因为咱们节目一共50分钟 要不然要下期再见了 好 谢谢 看一下你的选择 请按键 选择这位 那这样 你再按一下电脑吧 曹姐 好 好了 来 各位你嘉宾收入第一印象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的歌唱得十分的动听 也十分的长 有种让人神醉兴旺的味道 正所谓 对清风 浮流离 隐无踪 一层痴狂 一层味 层层涟漪惹人醉 我们都陶醉了 谢谢 我想你的诗应该比我的歌 还要再长一点吧 好像没有 男嘉宾 你好 我是数据分析师 我是在清活公司工作 所以我们算半个同行 对 都是在进入行业的 对对 据我的分析 你应该是一个披着精算师 外表的文艺男青年 弹着吉他 轻唱 拥抱 一般都是那种 小清新做的事情 其实我是一个 比较非主流的精算师 男嘉宾 你非常喜欢穿格子衬衫 我喜欢穿格子衬衫的男生 所以我支持你啊 我是个格子扣 我也是格子扣 好巧啊 今天这身装扮呢 我是也有过考虑的 之前我考虑的 应该说是算一个 business casual的一个装扮 所以我就选择了 这样一个装扮 我觉得非常好看 说了一句话里面 只有三个字是中文 如果哪一天你想看到我 business formal的装扮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司楼下等我 好吗 可以等我下班 谢谢 男嘉宾 你太瘦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已经挺胖了 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 你在年轻的时候 对对 您今天高瘦了 现在连90后 都觉得是老去的90后 那我们80后真的 只能说在年轻的时候 所以我70后就得去死了 我60后已经死了 男嘉宾 你知道吧 你长得很像猴子的你知道吧 人长得都像猴子 不是 他有一个特点 他除了瘦之外 他还有一个美人肩 孙悟空也有一个美人肩 如果你把你的头发染成黄色的话 然后拿了一根棒子 你是不是就要和孙悟空一样 去打白骨精呢 我觉得去演孙悟空的角色 连装都不用画是吧 是 是 我知道了 悟空哥哥 好 我们继续来通过大屏幕 了解一下他的其他信息 哈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曹姐 今年26岁 来自于上海 大学毕业以后呢 去了英国肯特 攻读了精算学的硕士 现在在上海的一家外部企业 做精算咨询的工作 精算师这个工作 对我来说 还是比较繁忙的 每天工作呢 都是在和数字打销的 我感觉在工作的时候 我的大脑都和数字 在进行厂头脑风暴 除了工作之余呢 我自己开了一家 教育培训的工作室 在周末的时候呢 我会给即将迈入大学的 高中学生 做一个数学的培训 有年有学生呢 分数考到140分以上 我现在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功 离不开从小的教育 我的父亲呢 在美国纠正工作 现在是一名航母工程师 我从小学两年纪开始呢 就学到数学竞赛 通过数学竞赛呢 我一路保送进了初中 高中 大学 别看我是一名精算师 我平时业余生活呢 也很丰富 我喜欢弹弹吉他 写写自己的歌 除此以外呢 我还很喜欢足球 我特别喜欢 英格兰队的杰拉德 我在家里呢 也有一支 英格兰全队的千名足球 另外呢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癖好 我从小呢 就特别喜欢毛绒丸子 家里呢 摆放着大大小小 各种的毛绒丸子 我觉得我一阵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 我也觉得很开心 我希望我的一半呢 也是总归序的一个女孩子 这样呢 和我们家人相处 也会比较好 曹老师加油 好了 来看看曹老师 还有什么其他信息 请翻两张布格牌 曹杰是英国肯特大学的硕士 是一名精算师 现在在教育培训工作室 担任负责人 年薪三十万 加 肯定还有比这三十万 只是个这表 保底数 还要拿的更多一些 这肯特大学是肯特伯雷那个吗 对对对 是英国肯特伯雷的一个大学 有的人呢 上这个学校是有名 但有的时候呢 上一个大学呢 关键是他这个专业得好 这个肯特在英国之所以有名 就是因为他的精算统计和数学 是非常好的 而且凯特伯尔也是精算保险行业的 这样一个起源地 所以他学校是以这个专业而文明的 所以他在这个学校是上的是最好的 全英国乃是全世界最好的专业 可以这么说吧 你真的很骄傲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你从小到大不是保送高中初中 已经复旦大学吗 对 然后你又做精算师 那我想问一下 你的智商是多少呢 对 是不是智商特别高啊 对 我觉得你智商应该挺高的 我挺感兴趣的 测过吧 在高中的时候有测过 当年是148 然后在大学以后呢 有在很多网站上有测过 从来没有低于过150 哇 太厉害了 那就是高材生 一般人多少啊 90到120 一般是普通人吧 120以上是比较聪明的 120以上是比较聪明的 120以上是聪明的 所以 英语里面定义是Genius 就是 对 天才 叫天才 我在网上算我150页 准吗 真的 好像比你高一点点 想得住你吗 你们别以为 这智商好一定是好事 对 情商好才是真的好 情商好才是最最重要 很多智商高的人 情商都非常低 其实我曾经也测过情商的 我情商也不是特别低 一般 有多低 不是特别低 有多低 一般说 智商加情商总和一般是个定值 但其实我后来测下来 我情商 我觉得你情商很高的 130多 这比较均衡 发的比较均衡 既然您智商这么高 那记忆力肯定很好嘛 对吧 那这样子吧 接下来我们在场的16位女嘉宾 每人写一个数字 看你能不能记住 好吧 16个人 对啊 16个人一人写一个嘛 你就瞧一眼了 瞧完一眼之后 就你们扣起来 对 然后我随便点随机 谁谁谁 刚才写的几是这意思嘛 是 好 来 都举起来 你到底是解决好 特别是9的那个9跟6 要区分好 这哪记得住啊 我的天哪 我都晕了 因为我们智商都比较低 咱们看看高智商 能不能记得住 时间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 那我们随机喊了 我先问一个 那黎毅吧 多少 解释7 对吗 哦 很厉害 那好 我们再问一下 呃 吕金姐 应该是8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看到她的数字的时候 看到了她的姓 哦 这是个形象的记忆吧 哦 在这种方式来进行记忆 好 那我来点你 十名 不是5就是7好像 我记得里面没有人写5好像 9703 十一对吗 应该是一 一 不对 十名是几啊 八 八 好 那我们再 再来一个 再问一个 三号周呢 一 哦 好 这个真的很厉害 那好 我们再问一下 呃 杨宇薇 写是3吗 哦 可以啊 相当可以 测验成功 这成功的几率其实很高的一件事 太厉害了这一斤 天才少年 精算人生 说自己是曹大忽悠 曹大忽悠呢 这忽悠是打引号的 因为我自己开了一个教育培训的工作室嘛 那么我在开课的一开始呢 第一堂课都会给他们去看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在复旦的学生卡 然后看看当年青色的我 还是小屌丝 是吧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是怎么样去读书的 每个人看过以后呢 都会觉得 其实他们离梦想的距离真的没有很远 而且我当时希望每个同学把自己的梦想 能够告诉周围的人 那么相当于你的周围的人都在无形的监督着你 有无数多只眼睛看着你 这时候你不努力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容易成功的 就是我们要大声的把梦想喊出来 男嘉宾你好 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让你开了这样一个培训工作室 在我进大学的那一年之前呢 就是我有幸获得了一个中法交流项目 全额奖学金的 但是呢 需要自己去支付生活费 但是我其实是来自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就是我不希望这笔生活费呢 对家庭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就没有选择出国 而是留在了上海 也陪着我的妈妈 然后在大学里边呢 我希望自己能赚钱 因为我其实心里还是有个出国的梦想的 想出去看一看 然后我在大三的时候呢 就去新东方当了老师 然后呢 现在开办了一个自己的教学 就是教育的培训的工作室 我跟马老师也是曾经的同事 哪个马老师 还有哪个马老师呢 马徐骏 马徐骏 对 你马徐骏曾经是同事 对 我跟马老师呢曾经在同一年 获得新东方的年度的大奖 但是我获得这个大奖的时候 马徐骏比我大了好多岁 瞧这个骄傲的 那一年他只有大三 马老师是不是 马老师已经 说没关系 我们肯定捡进去 男嘉宾您好 你说存款只是数字 你怎么解释呢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首先我不买奢侈品 现在也没有开车 因为可能我自己觉得住在市中心堵车的时间 还不如坐地铁 每个月可能花的钱就是两三千块这样子 花的很少 我的赚钱速度远远超过了我的花钱速度 所以我的钱就很容易就存下来 就是我希望看着这个数字不断的节节的攀升 绝对非常有成就感 有自豪感是吧 对 男嘉宾不好意思 那你赚钱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从这个数字的增长中获得快乐 得到快乐 因为这里呢要讲讲就是我自己的发展 就是我因为父亲的关系 所以我将来是两年以后是会有美国绿卡的 所以说一个人到美国去 可能需要一些住房啊 或者说是最基本的开销啊 这可能都需要我自己负担 所以这个钱如果是花掉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实现我将来的这个想法 所以可能 那就是你是在为未来继续 会来做打算 而且我是不会做一些没有必要的消费的 这点我赞成 包括你刚才说的不开车 这其实不光是那个就是节约 节省时间也是一种环保 对的 我在想另外有人既不有奢侈品消费也不买车子 那他现在有不少钱呢 他至少把这些钱肯定都做投资 是的 对对对 你投资在哪些方面了 一般钱的话我们理性分配在三大块 第一个首先是活期的存款 因为这是一个应急的一个money 然后会做一个定期的 定期的基本上风险是比较小的一个理财产品 现在比较多的 定投 那么还有部分呢我是把钱投资在一个 比较 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环节 比如说股票 我自己有投资拉丁美洲的这样一个利率的一个债券 这样子 股权债务 是他们的利息 因为在拉丁美洲它的利息都是比较高的 因为当然他们的国家也相对没有那么稳定 所以这样子我觉得理财是风险最小 而且是希望这些是比较高的 好了天台少年来请为他投票 哦 这是什么事情 你猜 我们继续 凭你的敏感 对啊 你说什么事情 你猜会出现什么情况 难道全部都翻翻翻翻牌了吗 你也太不自信了 来继续翻开后来让我们回来 曹杰 唐木五四恋爱 被嫌太幼稚 爱浪漫 有一个恋爱中的数学 他希望找的这个女生呢 是心理年龄偏小 长发 有婴儿肥 还要提出有木桶效应 长得跟木桶一样 哦不是不是 木桶效应呢 是指这木桶能装多少水 我们取决于短板 最短的那个板的长度 也就是说我希望找的这个女嘉宾呢 就是 呃 我不是特别在乎说 她的优点有多么吸引人 而是她的缺点 我希望是我可以忍受的 哦 别太短了 对 恋爱中的数学什么意思 必须是精算师嘛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请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希望大家配合一下 那么通过这个游戏呢 我希望计算出大家 什么时候可能会结婚 那么我也想通过这个游戏呢 去了解我额外想得到 的一些信息哦 好 那么现在请你女嘉宾 自己先想一个二到九的幸运数字 自己先想一个 好 然后把它的乘以九 乘以九 比如说如果是二 就乘以九 二九一十八 然后呢 把所有的各个位置的数字相加 比如说刚才十八的话 就是一加八 把它加好 然后呢 加上您现在的岁数 然后加上您的出生年份 比如说一九八七年 一千九百八十七 应该得到一个大概是两千多的一个数字吧 应该是 对差不多 然后减序 每一位谈过恋爱的次数 这哪跟哪有什么逻辑关系 我都不知道 这个精算师 精算师就干这个 好 这个结果就是 可能预计会结婚的年份 哦 真的啊 这会有会有什么关系吗 那我们先冷静 来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 真坏 大家要小心男嘉宾有陷阱 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好 这个红松林因为也是做数据统计的 他可能知道 这怎么回事 来师姐说说一下看不见 二千零一十九 二千零一九 一九年才会结婚 好 来王梦涵 二零二零 二零二零年 我的姿太丑了 你早点说翻过来 我就不要这样写了 说吧 我是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算得比较快所以字丑 张妍 二零一九 二零一九 李妻姐 我应该是二零一八吧 二零一八年 但是我不确定啊 因为我算数很差 你看自己贪断 二零二零二零 来 我是二零二零 二零二零 好 我也二零二零 高丽莉 还有五年二零一八 高姐 二零二零 二零二一 二零二一年 谁名 二零七三 二零七三年 你才会结婚 二零七三年 祝贺您 是个长寿 我真是黑山老妖了 真是 不过洛老师 我生命现在真的很长 哦呦 活到二零七三年 我到手背后面了 已经 谢谢您那会儿 您的婚礼 我们已经没法去参加了 好 谢谢 谢谢大家配合 谢谢 这里面的猫腻 我们要来说 我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刚才她在说的时候 我发现第一个环节 就是猫腻 因为她说你选一个幸运数字 然后乘9 所有数字乘完9加起来 都是9 怎么回事 说吧 确实啊 学理科的女生真的很佩服 真的很佩服 就是这个游戏环节呢 就是我可以知道 大家的恋爱的次数 因为呢 前面 您老师也说了 就是9嘛 就是各位数字相加一定是9 然后你的出生年份 加上你的岁数 一定是现在的年份 就是一定是2013的 所以这个加上起后以后呢 结果一定是2022 那么举个例子 如果谈过一次恋爱的话 那么你得到的答案就是2021 如果你谈过两次恋爱的话 就是2020 那怎么还有2018的 2019的 这都 这就是谈了5 4 4次恋爱 那2073的话 这个就要质一下 它的运算的能力 通过这样几个小小的测试游戏 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了这位天台少年 来 请为他投票 3 2 1 那今天来请提对女嘉宾的男嘉宾 不是每天洗澡的请翻牌 这个洗澡包括洗头发 男嘉宾我想说一句 头发每天洗的话会对头皮不好的 所以说隔一天洗是最好的 而且啊你没留过这么长的头发 你不知道每天洗头发的痛苦 我曾经留这么长头发 说大家肯定都有这困惑啊 每次洗完头光吹风机吹大概吹 将近一个小时都没吃干 所以男人跟女人考虑一个问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 好 然后是奢侈品的包包 超过三个请翻牌 奢侈品的包包 三个就翻牌啊 超过三个请翻牌 才三个你就让人家翻牌 因为奢侈品它的一个价格的需求曲线是往上的 就是说它的价格越高买的人越多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 我觉得不是很理性 买涨不买落 下一个要求还有吗 没有 没了的话应该没起码 所以舞台的各位可以选择一下 是否要继续选择来三 二 一 有请七号杨雨薇 十三号出名 十五号 李佩玉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想先给您握个手 我过来一下您握 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要向您握手呢 因为在谁能的舞台上 我对我心意的男孩子表白的时候 他跟我说的唯一的缺点就是 说我太高傲了 然后说我说话永远是这样养着下巴的 所以说我今天为了表达我真的对你的真心 所以说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证实我一下 我想跟你介绍一下 我叫池敏 我十八岁创业 然后创业两年以后 淘了第一桶金买了两套房子 现在是两家公司的老板 然后作为投资和理财的方面来说 我们俩最合适 因为你投资我也许若干年以后是大回报 你前面有一个翻牌问题说 超过三个名牌包让我翻牌 我妈妈在国外十二年 她给我买过十二个名牌包 这不是说我愿意要这个包 是因为说她觉得她对我的愧疚 我自己从来没有买过奢侈品 也没有买过超过两千块钱以上的衣服 所以说 谢谢你嘉宾的真诚 我很坦白的 就是说我很喜欢你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机会了解 然后把我从这个舞台上带走 来 余培韵 男嘉宾 你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余培韵 现在从事的职业是助理工程师 我也是一名标准的理科女生 然后前面你说了你的择偶标准 就是有一点婴儿肥 然后脸上看上去肉肉的 那我正好脸上看上去肉肉的 有浮相嘛 我是一个标准的上海小女人 我觉得你非常的理性 然后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上海男人 非常的难得 既然在这里遇到了你 我就非常想站下来向你表白 这样子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谢谢 来 第三位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真的很惊讶 你先不要说 先不要说话 现在你不要说话 你听着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脾气不太好的大小姐 你的浪漫情节 你的理财思路啊 都是我缺少的 所以我就勇敢地站下来 其实我真的不太会表白 但是心是比较真诚的 希望你能接受 那请你做决定吧 面对三位女孩子 谢谢你的想法 也会选择谁 我首先想对于培韵说 我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地了解你 而且我可能听你没有太多的那份感动 所以很不好意思 很关系 谢谢于培韵 请回 施敏 想黑您的 我觉得你的性格特别地耻爽 有一点硬 我觉得和一个性格比较硬的 比较有点男孩子的一个女生在一起 我会觉得不是特别地自在 而且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驾驭住她 我再次用理性的判断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也不是很合适 也是对不起 谢谢 没关系 我选择了你 就是我是真的很喜欢 无论你选谁我都祝福你 谢谢 谢谢施敏 请回 好 谢谢施敏 最后一位 杨雨薇 就是在你下台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有一点点被惊到 真的有被惊到 当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杨雨薇这样的 那么女神的一个女孩子 居然站在我的面前 因为看过你很多期的节目 觉得你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冷艳 你非常的端庄 挺挺于力 然后非常的大方 也非常懂规矩 而且曾经有很多男嘉宾千里挑挑 然后感到这里 来向你表白 有送你赴苹果的 有送你钻戒的 这样子 其实都没有打动到你 我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样的人 怎么样的方法 怎么样的浪漫的方式 才能够让你的心 激起那么一点点的涟漪 因为你不是很了解我 我是一个哪怕我跟你穿着 比较随意的那种休闲服 逛大卖场 都会觉得很开心 只要是你陪我 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首先我还是想说 我是一个真的非常理性的人 首先我觉得杨雨薇 真的在我心中 是一个女神的现象 而其实我想找的女孩子 就是在我身边活蹦乱跳的 每天回家以后 可以给我惊喜的 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 我可能觉得 我们在这方面 不是特别的合适 不好意思 谢谢 连杨雨薇都拒绝了 我以为她要答应她 所以前面拒绝了两位 没有 对杨雨薇 你也认为 因为我觉得现场 有一位更加合适我的女孩子 好吧杨雨薇 咱回吧 这位就是你在我手机上 按的这个号码吗 是的 那么我为大家揭晓了 还有这个人 三号 周南 周南 嗯 其实看过有看过你的节目 那期节目其实很打动到我 首先我觉得你的长相很吸引我 因为你有时候有一点点硬而飞 而且有点小女人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符合我梦想当中 女朋友或将来老婆的这样一个形象 然后我觉得那期节目的话 可能得到的非议会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你是个非常真诚的人 首先你对朋友和男朋友之间界限是非常分明的 不会有任何的暧昧 我觉得这也非常好 是一个想清楚在谈谈的女孩子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和这样子女孩在一起可能风险会比较小 然后我今天想送一样我带来的一样小礼物 是有多小 非常小 好 无论多小 请接受它 谢谢 这是我的一个弹吉他的播片 自从我弹吉他的开始呢 这个播片呢 就 带在我的身边 然后后面有我的名字 然后 我觉得今天 我看到你觉得特别的激动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你打扮得很像仙女一样 感觉就是有到童话中的 漫游的感觉 所以我想唱一首《勤非得已》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跳得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想念只让自己哭了自禁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送你的播片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我把这个播片交给你 如果以后愿意的话 我会随时随地唱这首歌 谢谢 我觉得你的理财观念特别好 就是我也不会乱花钱 然后我也觉得应该用钱 生更多的钱 直到你有足够的钱 睡着觉也能有钱进 这样你才可以去享受生活 就是你有很多地方 都是达到我的标准 但是呢就是 是那种我喜欢那种帅哥的类型 他还不过帅 拒绝了就是说 嗯 这样的生活给你都拒绝啊 其实我想说 我想说就是 其实我平时 你长这样的时候 你别说了 人家都给你拒绝了 你还说 他嫌你长得不好看 没有没有 我够帅 不是不好看 那如果我真的不是你的那个菜的话 那我告诉你啊 那我肯定没有办法 这小伙子真的很好 很棒的一个小伙子 我知道 就是 陈丽宇很帅 你肯定不知道 如果知道 你就不会有这样一个拒绝的理由 你肯定不知道他的好 就这样吧 这算是对你的拒绝 没办法 这就是缘分 曹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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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曹姐 曹姐 我跟波老师非常欣赏的一个小伙子 痴敏需要继续努力是吧 我非常的不服气 你为了这样的女孩子拒绝我 拒绝了杨雨薇 拒绝了我们这么优秀的余培韵 所以说我想再努力一次 就因为他说你不帅 我就觉得你很帅 你常说你不好 我就觉得你很好 师傅 我刚才说的他不懂他的好 对不对 痴敏 其实我觉得被我喜欢上说大言不惭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很自以为是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个小姑娘 妈妈爸爸不在身边 我这么想能够有今天 我真的眼泪可以说一大筐一大筐 但是我就不服气的说被我喜欢的男孩子 居然 因为说长得不够帅被缝离掉了 而不是因为他的才能 而不是因为他的内在 因为我是来到百里挑衣 我是来找老公的 我下来 我是希望你能够再考虑我 但是 我知道也许 还是会被 不能给逼供 没错 我回了 阿拉斯医公总 那个我想替齐敏说几句话 男嘉宾刚刚一直说 说你的以前女朋友嫌你幼稚吗 你觉得是因为他们比你成熟 其实不是的 是他们比你更幼稚 像像齐敏这样成熟的你 所以他才能包容你的幼稚 你今天放弃这个机会 你是放弃了一个非常美好的风景 这句话我觉得周灵已经说得非常到位 说得非常非常到位 所以曹杰 刚才那个拒绝的理由啊 呃 齐敏听着很不服气 你如果今天再拒绝了齐敏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没关系大家 我们不要给他压力 不要给他压力 对我们也不给他压力 小伙子心里也约了 咱把机会交给他 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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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号称自己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 这时候才真正考验你情商和智商的时候 做那种测试题 都是瞎扯 不是做测试题 他就是齐敏的数字 他没猜对 我是一个特别难被打动的人 确实今天齐敏 你真的打动到了我 嗯 就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可能我自己比较 不是特别的man 我也不喜欢那种 有哭哭的东西 可能跟一般的男孩子不一样 我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 我需要 你确实有些 我需要有一些东西 所以 真的对不起 没事没事没事 我还是像第一次说的 不管你选择谁 我还是 每个人都会是呢 我九子会是呢 我九子好 我九子好 谢谢 谢谢 我真的要享受一种过今的感觉 全民 谢谢全民 想爱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任何有她的脾气 今天电影准备降 准备开这种舞台 红红烈烈烈不平静 幸福没有她 我太失望了 曹杰 你没有情商 你 千万不能这么说 感情的问题是没有逻辑 也不可能到精算的方式去算 那就是感情 但是十年 大家今天都很喜欢你 没有我真的 我觉得她蛮好的呀 她都是我 我喜欢的 老师你还记得吧 我说我喜欢那个智慧型的 有经济头脑的 我不需要她是富豪的 我就要做富豪的 所以 我真的很失望了 做了 我也想说 我也想替自己说几句话 因为之前一直 没有机会解释一下 我说了她在我眼中 就是 不是我喜欢那种帅哥类型 但没有说我就否认她 可能在你眼里 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我确实不喜欢这个 我们没有因为这个事 就责怪 没有没有 我又怕被人家喷 我很怕被人家喷 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悲剧 就是总是不能避免的 成为自己情感的奴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不同的这个选择跟判断 没有谁对谁 这一个环节 真的 给我感觉真是 跌宕起初啊 真的 白转千回 继续欢迎下一位 欢迎男嘉宾朱俊华 四岁来自上海 是转业军人 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 我叫朱俊华 来自于上海 是一名退伍军人 我的爱情训练是 平平凡凡的我 只想找个真真实实的你 这也是你踢板上的这两行字 嗯 代表我 对 代表心意的女生 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甜品嘛 想带着她一起去享受 Let's go 今天有什么才艺展示 爱情满满 爱情满满满满的爱 充满满满的爱 逼着我离开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瞅满我的爱 一杯的两心在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当初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现在又要用真爱 把我捧回来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唱的状态真的明白 放手也是爱 结果还有给你一个机会 我觉得你就是在 喝醉的酒以后唱的歌 来吧 来吧 来 请选择你心意的女生 你让我们觉得很惊艳 来 按一下电脑 小厨 好 按一下电脑 给你想买这个女生 好 来 说一下第一印象 男嘉宾你好 你刚刚选择唱爱情买卖 这首很纠结 很猙獰的歌的时候 你的表情也是很纠结 很猙獰的 所以你好像在说 思绪在这里挣脱 纪念曾相爱过 只怪时间犯了最美的错 所以我想说 真爱来时 不要躲 别退缩 有爱就要大声说 谢谢 谢谢 男嘉宾你唱歌的时候 我也有一种很想下来跟你一起唱的冲动 这首歌是我去KTVB点的 而且我会拿个纸巾在那边甩呀甩呀甩 下次有机会一起唱 男嘉宾你好呀 你好 刚刚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你唱歌的时候对吧 那个手张得这么大一个 你是要抱一个大胖媳妇回家吗 部队的关系嘛 然后训练方面都是幅度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自己没注意 男嘉宾就是24岁啊 长得确实感觉比较着急啊 就是有点超前 然后你刚才唱这个爱情买卖 我觉得你没有唱出那种欢快的忧伤感 欢快的忧伤感 这什么感觉呢 杨文倩比较在行 音乐起 好 谢谢 这个就叫快乐的忧伤感 男嘉宾你好 我看到你是个转业军人嘛 所以你的可能行动和你的表情 就是那种比较严肃嘛 但是我对兵哥哥很有好感 加油 谢谢 我们一起来看看男嘉宾的笑 大家好 我叫朱俊华 来自于上海 今年24岁 是一名退伍军人 我是07年录的舞 2010年 很荣获了优秀士兵 然后我是去年12月份退伍的 政府嘛 是打算四五月份 给我分配国企的工作 但是最近几个月 我也不想闲着 所以找两位兼职 一份是督导 还有一份就是在 朋友的烧烤店 当大堂经理 管理管理 我平时兴趣还好 十分广泛 特别跟运动有关系 平时特别喜欢球类 虽然说不精 但是至少都会 特别喜欢足球 而且我自己的球技也不错 我喜欢的女生是 沃沫阿亚类型的 又有点树与气质 平时对长辈特别有孝心 我心意的女生 等我来向你亲自表白吧 好 看了底下 对 已经转业了 对 已经转业了 然后三四月份政府分配 这边的去向大概知道了吗 这边是国企或者事业单位吧 国企或者事业单位 好 那婚房是家里买的 自己住了一层 那家里买的 你看这一看就掌上明珠的 掌上明珠 我们把这房子给他准备好了 但是我觉得爸爸妈妈不容易 能把他当掌上明珠 也可以把他送到部队去吃铺链链 对 对 那嘉宾 你在家里是掌上明珠 家务会做吗 会做 会做 当兵前或许会有那种依赖性 然后当兵五年以后回来嘛 就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自力更生嘛 五年啊 这五年训练辛苦嘛 辛苦 消防兵跟其他的 有没有什么训练不一样的地方 平时的话 出火情什么 一来就要出的 就随时都在 就危险的地带在工作 对 对 对 我们以前看那个电视里 大家可能看过啊 那个消防兵演练什么 登登登登就爬到四楼了 这都真的 什么登登登就墙上去翻过去了 你们都有这种训练吗 爬过 我们使能训练是 一楼到十八楼 两分钟登上去 两分钟 一楼跑到十八楼去 那我就问你 你训练这么长时间 救过什么大火吗 就是有一次是 那个奉贤的大火 08年吧 我们那次是去支援嘛 两天两夜没回来 进火场了吗 我们是支援的 假如说人手不够 人家再冲进去 预备队 对 差不多 但是一定要在原地待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就是除了你奉贤那场 背军 你平时还 你以前还有什么 英雄情节 平时我就一直比较 崇拜消防员 当兵前 然后后来有一次 这是大火嘛 然后去 我就感觉自己 很荣幸 做英雄 对 虽然说没有到一线 在后面支援 但是也尽自己的力去 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 感觉 对 男嘉宾 因为你职业的特殊性 我比较感兴趣 为何那个马蜂窝 要半夜去 消防嘛 不单单救火 我知道 就是一个小狗 被陷在那个井里头了 也要把他救出来 然后马蜂窝的话 特别夏季 马蜂窝特别多嘛 很多 对 而且经常是半夜里的 然后我们半夜里 一听警铃的话 就要立即出动 听到警铃不是去救火 是去通马蜂窝 对 为人民服务嘛 那你们怎么区分 这个警铃是去救火 还是去通马蜂窝 有区别吗 他广报会说的 你能用嘴给我们学学 特大火警 是怎么想 说紧急出动 紧急出动 这样的 马蜂窝 马蜂窝的话就是说 马蜂窝 马蜂窝 对 马蜂窝的话 他就想一下想两下 他不会说 但是你去了 他就会跟你讲是马蜂窝 我顺便觉得你们非常伟大 为人民服务 谢谢 谢谢 男嘉宾 我看到你说 你是个兼职达人 首先呢 看你的那个条件 肯定就应该不是为了 生活所迫去做兼职 那我想问一下 你到底为什么 会做这些兼职呢 就是不想把自己闲下来嘛 因为现在还没分配嘛 然后平时想忙碌一点 充斥自己 就是去吸取一些经验 然后接触接触社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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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在部队里带时间长 他确实跟社会接触的不太多 这像我今天肯定是新买一套戏服 连这个签还没撕下来 好 所以他对今天这样一个约会 非常非常地认真 很重视 非常认真 非常重视 男嘉宾想问一下 平时的打扮就是这样子的吗 平时的话要看什么场合 一般呢 就是休闲跟朋友出去啊什么 那是休闲的 还有男嘉宾 你说话能不能 稍微脾开一点 就放松一点点 因为你从上来到下来开始 就一直是这一个 让你叫他跨力 男嘉宾你太严肃了 就稍微放松一点 我们都觉得你很累 就这样子 我觉得刚才那个特别精神 陆老师让他喊个口令 让他 好 来 我们为大家订口票 三 二 一 一 好 立地 向后转 好 来 我们为大家订口票 三 二 一 小叔们谈过三次恋爱 曾经为了女友花光转业费 转业费不少吧 为了一个女友把转业费给花光 因为在部队里嘛 平时有时候陪他比较少 然后有时候只能给他 物质上的 转业费都花哪去了 手机 还有就是有时候出去吃喝嘛 吃喝 之后可以出去来 买衣服 衣服 包包 鞋子 鞋子没买 鞋子买就送走了 你没买鞋子也送走了 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用信用卡嘛 然后每个月的工作才只有两千多 但就这样啊 为他花光了转业费 还是因为家人反对而分手 因为谁家人反对 他们家人 他们家人 你们家人 我家里 你们家里人反对 对 觉得这女孩不太不适合 太物质了吗 太物质了 本来就军人 对 工作很辛苦 对不对 然后还把工资发光 转业费都发光 就是 但是他现在就接受各种类型的女生 还特别潜到 必须对我有感觉 男嘉宾你好 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他那时候工资大概也就一千多块钱 我也是花光了他所有的钱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一年的时间 我们也经历了很多东西 那我花的他的钱呢 是他所有的钱 但是数量来说 平均下来一个月就两千多 而这两千多又包括了我们每天出去在饭店吃饭 甚至买奶茶 甚至坐公交 这种等等的这种钱 其实现在消费很高 你俩爸出去打个桌球 唱个歌就一百两百 吃个饭也几十块钱最起码 所以一个月下来 其实两千块钱一天下来 我还不到一百块花的 但是他就会觉得我花光了他所有的 所以怎么讲呢 我觉得你只是这样说 可能会对 就是让很多人对你那个女朋友造成很多误解 所以我觉得需要帮他说说话 男嘉宾 周南不是说 把你的女朋友分析一下什么的吗 那我想说 如果是一个女孩子 她真的爱你 她愿意跟你一起奋斗的 就是当初我刚毕业到上海的时候 一样我跟我男朋友 每个月工资也就是一千多块钱 然后也是一样 要租房子 要乱七八糟的 开销啊什么的 也是过过来的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她真的爱你 她会去帮你省 她会去跟你去奋斗 而不是说什么都不做 只是说你拿你的工资 拿你的收入去养她 这样 美女 美女既然你点到我名字了 我一定要回复一下 我跟我第一个男朋友 我们很少打车 我有时候想去星巴克喝一杯咖啡 夏天很热 她为了省钱 我也为了哄她开心 我们就坐在鲁迅公园里面 一天我的腿被蚊子摇满了 摇四十多个包 你以为我没有给她省吗 而且这一年不是说我只花她的 我也有花我的钱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比较不喜欢闷 我喜欢唱歌 我有很多娱乐活动 那都是需要花钱的 而且我们每天见面 所以我都说了 你不了解一个东西 可能你会产生很多误解 所以我必须要说一下 我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打车 没有星巴克 也没有所谓的娱乐活动 没有钱就要过没有钱的生活 不一定要喝 喝咖啡不要得喝星巴克 再回家喝素容咖啡 也不用被文字咬 不是更好吗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有没有之前关注过 我们百里的节目 有一个女生 她是从澳洲回来 她叫盛敏 她的个人经济条件很好 她在最后表白的时候 她说一句话 我非常欣赏 她说两个人谈论感情 我为什么可以跟你谈论 因为我的经济完全地独立 因为爱情永远是在经济完全独立 把物质抛出之后再谈感情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选择 不要把物质作为你的 这个爱情的衡量观之一 而是要把这个东西抛出 你如果没有名牌西装 没有名牌的一切一切 没有你的钱财 它愿意跟着你 这个是爱情 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 它不愿意跟着你 或者它会嫌苦嫌累的话 你要考虑一下 这是不是爱情 好 谢谢 突然间发现咱们这女孩子都成熟了 真的 姑娘们说得都特别好 家是放爱的地方 不是放钱的地方 男嘉宾 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发现一个改变 我们不是要教你什么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心疼你 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你挺好的 把你当成朋友了 我们都交心了 所以我们十六位女嘉宾 大家都蜂拥而至地 跟你去谈述一些东西 希望你也能够去相话一下 知道 谢谢 好 来 我们继续为她来投票 三 二 一 来 接下来请你提出 对女孩子基本要求 就是晚上十点前不能回家的 十点前不能回家的请翻盘 好 来 下一个要求 不喜欢打扮可爱样子的请翻盘 喜欢打扮成郁姐 不打扮可爱型的请翻盘 听唱遗憾 看她白都翻过去了 那么你还有机会 想试试吗 想 这个人是谁 朱金颖 完全没有看出了 还有一点的东西 因为我之前谈的女朋友也是像你一样可爱类型的 然后就是说 上来以后 然后我就看到你感觉非常可爱 然后你前面又说你是多面型的 那我就是想 平时就是通过生活嘛 想慢慢的跟你接触 我这个人嘛 就是你也知道 比较老实的 由于是部队的养成嘛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所以我是非常会听女生话的 非常宠女生的 你也知道 反正就是对女生肯定是会无畏不知的关心 觉得我做到这点够吗 你真的是从各方面来说 是一个标准的上海好男人 包括自己家里的房子都准备好了 就是想娶一个每天回去过日子 然后有烧好的饭跟你一起吃的一个女生 我还是希望找到一个人 能够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又能够品尝这种幸福的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 男嘉宾会打动诗景影 一起剥写爱情诗歌吗 你真的是从各方面来说 是一个标准的上海好男人 但是你刚刚说各种类型的女孩子 你其实都可以接受 这一点是我特别怕的 对不起 我没有看到心动的感觉 谢谢世金银请贵 谢谢 那就跟今天所有女孩子说再见 对于很多女生来说 这个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这个坏不是指这个男人 真正在品牌上是坏 但是他至少得知道 这个社会人际往来之间 有一些复杂性 谢谢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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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好了 那现在就来看看 今天跟我们发来微博 还有短信互动的各位观众 谁可以获得 由容生电冰箱提供的 BC98冰箱一台 请 恭喜这位朋友 容生电箱三十年 感谢由你 我们的节目由容生电箱 策约赞助播出 在节目当中设定牵手的 男女嘉宾还可以获得 飞科电器提供的 飞科鞠刀和电吹风 下周还有哪些惊喜呢 损光卫视 下周白条衣 我们再见 再见